Hello Umami 未生先 大家好,很久沒有和大家見面 不是不做的 我現在都是的起心肝 會回來繼續做 和大家做些分享 其中一件事我想做分享之餘 順便介紹一下這個廚房 因為其實很多朋友都有興趣 想租我的廚房 或者想拍一下掛個廚房 究竟有些什麼 可能大家在不同的節目 尤其是電視節目 都會看我的廚房 有兩個部分 一邊是白色的部分 另一邊是啡色的部分 另一部分是將來講 今次先講白色的部分 其實最主要有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廚房 即是煮食的地方 另外有三部焗爐 其中兩部是焗爐 一部是蒸焗爐 一部應該是四部 一部是焗爐加微波爐 這邊有四個 基本上是600的大小 即是600mm闊的 60cm闊的大小 那 講完白色廚房這一邊 其實概括地講一下 我想大家好奇 除了碗碟之外 我還有大量 海量 其實原來我還有很多東西都海量 其中一項目就是焗盤 現在我也沒有展示出來 由於空間有限 我還是先放一部份 我反而想跟大家講一下焗盤 因為很多朋友 本身未必煮食或焗 其實焗盤的了解 是焗盤停留在焗蛋撻 那些銀色的平底盤 那裡 其實除了平底盤之外 我想一般家庭會常見到的 這個比較重 不好意思 一般家庭會常見到的就是這一類 這一類是一些什麼呢 就是一些焗muffin的模 這個是焗muffin的 這個是六個 下面是12個 這一類比較常見 當然很便宜 這些是大概40-60元左右已經有過 甚至上carousel 如果你有時留意一下 有些二十多元都有的了 那除了這一類之外 你可以在現在找到這一類 這一類就是一些脫脫帽的 這些就是用來做拼的帽 焗拼的帽 那這裡有塊的 那接著呢 除了這一類之外 其實呢 在帽界裏面 其實也有一些明星級別 其中一個明星級別就是 日本的武具 那日本的武具 其實近幾年 很厲害 除了日本的人買之外 其實在歐洲的 Mitchellin的餐廳 很多那些 做Patrie的Chef 都會買他們的武具 用來做一些Madelline的 那為什麼呢 我現在手拿著這個 是一個比較小型的 一個檸檬的 做出來很像檸檬的 像根道非常高的檸檬武具 那另外呢 就是一些大型的 大型的 其實這些是專用的 就是進入一些大爐 我們叫做大爐 大爐呢 通常是有900長的長度 那這個盤呢 直徑如果沒有記錯 是848mm 那就是850mm左右 那 那 那 第一個呢 就是一個栗子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一個貝殼 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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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就是很典型的了 一些Madelline的款 也都是比較大一點的 它有些小一點的 也都有一些 叫做廢雪藍的帽子 就是四方形 長方形的類 那 那 這個武具的好處呢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它 本身呢 是比較厚一點的 另外呢 它有一個技術在這裡 就是 就是Code了一層 Silicon 很薄的矽膠 那這個技術呢 暫時 我只是看到 在日本的焗盤裡面 會有做到 那所以呢 反過來講呢 就是 它可以 你反轉 它很容易 脫毛 焗盤焗出來的東西 很漂亮 不會有黏住 一粒粒 就是 焗出來 譬如焗檸檬 不會有一部分黏住 那就不漂亮了 它做出來的效果 是非常之好的 那這個就是千代田 那千代田的武具呢 其實相對是貴的 剛才我講的 一般的四十多元 那如果去到這些呢 一般就是四百多元以上 四百多至六百多元 視乎你是哪個款 那如果譬如前頭那些 那些大液那些呢 那就算我們商業專用買的 都要講1400元 1200至1600元左右 看看什麼款式 那基本都要1200元左右 那當然你可以上去 在Amazon日本可以買到的了 那有時的款式 就要排隊 那所以呢 因為它有排隊制度 就形成有些叫做炒價 或者有些人叫做代購 它去到一些特別的賠道 買了一些 那跟著中間賺的利潤 那就會便宜一點點 就會便宜一點 我便宜一點 我意思不是會便宜過Amazon 它是會相對會貴的Amazon 但是便宜過一些叫炒價 另外如果你說 買千代田太貴的 其實都有其他品牌 有做這個技術的 那價錢會便宜一點 那當然它的質感 就沒有千代田那麼正 但是你說一般來說 都不錯的了 那這個武具呢 就是一個櫻花 那如果你有興趣呢 其實上網上日本網 就可以找到的了 那講完千代田的武具 其實在日本就是千代田 如果你說去到美國 其實家用武具 最出名的其中一個品牌 就叫做Nordic Ware Nordic Ware 其實最出名做些什麼呢 最出名就是做一些叫做Bunk Cake Bunk Cake 就是中間中空的 有一個洞的 那這些餅呢 其實以前的名字 就不是Bunk Cake 因為Bunk Cake本來是英文名 那它拿德文名 我是不懂得讀的 不知什麼 Bundukarnung 那差不多吧 其實就是一些猶太人 做蛋糕用的 或者做他們的麵包用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洞太大的時候 中間沒有洞 很容易中間焗不熟 旁邊熟了 所以就發明了一個 有洞的 而最初開始 大部分都是一些 譬如哥德式的建築 構圖 和宗教學很有關係 但是你看到現在 其實這些款式越出越多了 譬如這個 就是他們七十週年的特別版 前幾年是他們七十週年的 另外譬如Christmas 他們有做一些叫做 Jean Gilbert的舞 就是做薑餅人的舞 薑餅人當然有間屋 給他們住 薑餅屋 這些舞 另外它很有名 做一些就是 船風 這個也是他們很有名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的 在我的Facebook內 大家也會看到 其實這個是做過很多次的 叫做旋風椰絲蛋糕 那 除了這些之外 Nodic Ware 其實近幾年都比較進取 那 除了做Bun Cake 帽子之外 其實它也做了一些 不同的帽子 譬如一些做麵包 或者長型蛋糕的帽子 這個 就是這個 另外 有一些 更新的 給小朋友 或者哄家裡的小朋友 就是這些 火車系列 它除了有個 舊式火車系列之外 其實有一個 挺像銀河鐵道999 挺科幻的 這個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些 是做Biscus 可以做Biscus 也可以做蛋糕 例如這個 你看到這個 這個 是一個 蜜蜂 Honey Cone 它裡面 也相對比較高 所以 如果你吸了下去 其實是可以斷開 一塊塊的 做那些 叫做 Biscus 就是比較牛油曲奇 比較厚 英國式那些 那 我講了 除了金屬盤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盤 不過在跳去其他盤之前 我想講一下 其實金屬盤 大家看到了 其實有很多不同顏色的 還有一個 這樣的 中啡色 還有一個 這些就是 模仿以前 舊式帽子 模仿舊銅帽子 它是倒上去的 菠蘿 那 其實 原來 顏色的 武具 深淺 會影響到 你焗出來 食物的成品 簡單說 通常深色的 武具 焗出來 就會比較深色 例如 薑果仁這個 這個 焗出來的 武具 如果同樣時間計 就會比 金色的武具 深色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 它的吸熱性比較強 吸了之後 散得慢 而金色的 其實是反射了 大量的熱 其實 下的時候 表面 不會那麼容易焦 這些就是金色模 和啡色模 是否深色模 是不對的 或者啡色模 是不對的 其實不是的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千代田的模 這個中間 是古銅色 外面 是比較深色的 其實很明顯 它希望散熱 散得很好 令到裡面 整個 焗出來的 栗子 的形狀 出來是平均 裡面也是鬆的 所以 它要一個散熱 底下的散熱 擴散會比較好 但同時間 其實它的盤 本身要有一個 很均勻的熱力 給它 所以看到盤中間的色 全部都是深色一點的 所以 代表盤 在焗的時候 熱力很平均 會不停地把熱力 給回中間的古銅色的部分 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有一點點概念 這個就是一個 概括性的說法 當然 如果在YouTube 說任何一件事 都會 隨時會 招來殺身之禍 我之前 其實 就講了一條片 最近那條片 已經很久了 就是講英國移民的時候 應該是 一月頭 應該是一月頭 再有 就講一些應該移民 例如去打開那個 打開的 我發現很多朋友 就說 你害死人 或者留言 其實不是很多 可能有三個 就說 害死人 就是很概括地說了 打開一部份的事情 是的 當然 其實我不可能 用這個身份 是我現在可以說 現在的打開 甚至乎 每一個 英國的不同地區 打開的 其實 都是看你自己 打開的 當然 我說其實很輕鬆 當然不是 完全不用工作 其實我說的 輕鬆狀態 是相對 你一份 全職的工作 香港 廚師的工作 應該這麼說 香港廚師的工作 應該是輕鬆一點的 當然如果你說 你完全沒有做過廚師 我建議你不要做 但如果 你也有過廚師經驗 你也做過 打雜 之類的 其實你去捱 不是那麼困難 我可以告訴你 是可以接受到的 這個很快就跳過了 講完武具之外 另外 講回一些傳統的武具 傳統的武具 通常是一些 叫做焗盆 Ceramics的焗盆 這些 除了這個 這個比較特別 一個波浪 一個波 還有四方 圓形 圓形 通常是焗的 蘋果批 那類 我可以拿一個蘋果批 這個是美國以前買的 挺好笑的 其實它印上了蘋果批的 recipe 怕你下次忘記了 這個是挺有趣的 通常是波浪文 這類 還有就是 這個碟 這個碟是不關事的 不知為什麼 我拿這個來 就是這些 但是你發現 凡是用這些 Ceramics的盆 焗得久 有一件事就是 會裂的 為什麼呢 其實這些盆的設計 除了這些 或是焗Crimberlade的盆 那類 其實盆的設計 溫度 不是那麼高 我不是說那麼高 意思是什麼 一般最理想 其實是180度以下 做哪類的東西 會適合呢 除了Crimberlade 因為Crimberlade是浸水的 其實水的 是100度 所以長期那個碟 可以 因為水散開了 一些熱 是不會那麼高 所以你不會看到 Crimberlade的碟會裂開 那這些焗盆 你多放幾次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裂開 其中一樣東西 就是因為受熱過高 所以要留意 這些盆 通常做些什麼呢 就是焗一些 裡面有水分的東西 可以令它平均 那 除了Apple Pie之外 另外最常見 就是焗一些叫Pate的東西 譬如 Chicken Patate 或者鵝肝醬那類的東西 因為那類的東西 通常都是 溫度 是160度左右 甚至乎有些 如果你有時間 可以用120度 用一個長時間去做 那個醬更加滑 更加好 因為通常 醬本身有蛋白質的 其實你低溫去處理它的時候 出來的效果會更加好的 那大部分的這些 焗盆 我建議大家 不要超過180度 用了 如果用磁性的焗盆 的時候 那 除了這三種盆之外 其實還有一種盆 就是 第四種盆 其實兩種盆 金屬盆 和磁盆 第三種盆 就是一些 叫做直膠盆 Silicon 那Silicon 也是近十五年的 比較流行 那 尤其是近 我想近十年 其實流行程度 是很高的 其中有很多 不同的 做餅師 他甚至乎 會做一些 餅的模式 那 這個是其中一個 很出名的 我待會會放一條 拿進去的了 你可以看看 他是一個 女性的 做餅師 他本身是讀 建築的 所以他用3D技術 做了一些模式之後 跟一間熱帶公司合作 就是不斷地生產一些 新的模具 而這些模具 其實是很 constructural 譬如這些 有少少像 現在看不到 其實出來的效果 有點像水立方 那我嘗試 就是會找一些圖 放進去 但是 我想說 其實這些直膠的模具 最重要的是 什麼呢 大家要留意買的時候 就是見到它 你要留意 它是否一些 能夠進入焗爐 因為有些直膠的模具 本身是不進焗爐的 只是用來做啫喱 做一些冷的東西 而能夠進入焗爐的類 就是有另外一些的 那這個呢 是 我都不太記得了 這個 但是通常 我其實用直膠模 應該說 我通常不會用來 進焗爐的 通常會做些什麼呢 就是焗了餅底之後 放進去這裡 然後放一些 啫喱也好 或者蜘蛛也好 做完之後 一層也好 兩層也好 三層也好 不同的味道 然後放進去一個 急凍的地方 冷凍的地方 雪凍它 雪硬了之後 然後起霧的時候 你可以撕它 好像撕它一樣 撬開它 整個彈出來都不行 應該不怕的 整個彈出來都不怕 而這類的模具 其實最適合做些什麼呢 就是最適合做一些 立體性很高的 形狀很特別的 而外面是一些 朱古力皮也好 或者蜘蛛也好 或者啫喱也好 其實就是用這類模具 而這類模具 其實你看到現在 是非常流行的 大部分的餅房都會做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中一件事 就是餅房做了這個之後 其實可以這樣 放在冰箱裡 就是冰箱裡 冷凍 到用的時候 才拿出來 什麼時候賣完 拿一塊出來 然後用 然後可以賣 所以這個是比較 現在的流行性是很高的 所以大家看到的時候 可以想想 就是小的這類的餅 很多時候都是用這個做法的 那 今天呢 其實就分享了 三種模具 金屬的 磁性的 和Synicon 另外呢 還想分享多兩種東西 其中一樣都是 Nodic Wear的 三種東西 其中一樣都是 焗頂的時候會做的 這個是一個Cookie Cookie Press 即是用來做什麼 印刷的 曲奇帽 那這個就是Nodic Wear的 那本身呢 其實是 非常之漂亮的 做出來的 那個質感 因為它的型 是非常之好 那這個就是 鋁造的 鋁造的 那風間也有些膠 有些不同的 武具 當然是看你的花 那我自己個人 覺得Nodic Wear 是一個值得 介紹的品牌 那另外呢 就是一些 焗完東西之後呢 我們其實呢 就要放在桌面上 那當然 不能直接放 那 那有些朋友 說 已經買了一些直膠 好不好 那我告訴你 其實直膠做桌墊 是最不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 很薄的 其實它的熱力呢 會繼續傳下去 如果你的桌面呢 是一些 比較delicant的 coat的時候呢 就是比較有細一點的 一層 防 防花 也好 受熱 一控 其實呢 就會有印的了 那夠也夠不回來的 那至於木板 或者水松板呢 我覺得就是 長期用呢 其實那塊板呢 本身就會納到一個印的 你納多兩次都不漂亮的 那我建議大家 可以找一些 生鐵的東西 那這一類呢 就是生鐵的 生鐵的 生鐵的墊 那這個就是維多利花 這個就是一個 呃 骨頭鷹啦 那 都是之前 不同地方找的 那當然 這個很明顯是美國的 一個 一個綠 輕綠的那樣 那些綠 那我喜歡用這一類的 那除了可以隔開之外 它可以慢慢在底下散 其實它是很durable的 就是很長時間用 那 那介紹完了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那記住了 Umami味噌 我們下次見 拜拜